丈夫请这样的保姆你会同意吗 志祥的妻子有严重的抑郁症 她一直想找个保姆照顾妻子和女儿 但妻子一直不同意 觉得自己能照顾好女儿 直到发生了一场意外 这天小慧带着女儿去游泳 躺在椅子上的小慧又发病 昏昏沉沉地又睡了过去 女儿一人在泳池里玩耍 没多久便开始手脚抽筋 然后扑通一声掉入水中 一位大妈发现了异常 救生员也是第一时间冲了过去 迅速地将孩子救了上来 这时小慧才被四周的喧哗声吵醒 转头一看 瞬间被吓得惊慌失措 女儿被送到医院 很快一家人都赶到 沈身把志祥拉到一旁单独谈话 姐姐一脸敌意地看着秘书 问她为什么出现在这里 这只是他们的家事 秘书说只是和志祥顺路 便只能告别赶紧离开 沈身这边要志祥必须再找个保姆 毕竟孩子都不止一次出事 这次小慧也同意了 但面试了几轮都没有满意的 不是要求双休 就是一天只上班八小时 直到这位天空小姐的到来 不仅同意家里的各种要求 女儿还很喜欢和她打闹 但是沈身是老江湖 直接让这位天空小姐 先回去等通知 然后提醒小慧 这个保姆可不能要 这是隐狼入室 但想到女儿和她玩耍时的笑容 小慧又开始犹豫了 天空小姐也并没有走 还在门口等着志祥回来 她是志祥的病人 得知志祥要找保姆 便决定前来面试